哎呦呗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星星 各位姐妹 你们跟了我这么久 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 不管你们在我的视频下面 问了多少遍 你带着啥美瞳呀 我从来都没有拍过视频 其实我也搞不明白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昨天啊 我在回评论的时候 就突然冒出了这个问题 于是呢 我就经过了一天的战斗 总算顺利的 展出了这条视频 送给大家 我要先带大家去参观一下 我的美瞳 来来来 给大家参观一下 正为你们打下的江山 这些呢 就是我每一个妆容 每一期视频 你们觉得好看的 眼珠子来源了 我佩戴美瞳的时间 是非常非常久的 我记得是从初一开始吧 我几乎每一天都是戴美瞳的 呃 而且呢 年轻不懂事的时候 会买一些便宜劣质 并且还会带着他们睡觉 就是因为这些不懂事的行为呢 导致我现在的眼睛极其的敏感 就算是配戴最好的那种日刨 我可能也拟个小时 就会眼睛很酸 所以在款式之前 我会更注重这个美瞳的质量 我也要给你们提一嘴 不要佩戴的时间太长 这样你可能过不了几年 也会跟我一样 必须戴日刨 而且呢 价格还挺贵 给你们说完我眼睛的一个情况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要佩戴这些美瞳给你们看 因为我的美瞳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就是精挑细选的一些 你们看看这个量 这期视频的成本真的非常的高 如果你这时候还不给我三连的话 真的是太对不起我了 对不起我的钱包 也对不起我的眼睛 三连呦 就从我现在眼睛里面的这一副开始说 我今天戴的这一副呢 是之前有出过图文的 可拉拉的美瞳 虽然说这个牌子是掐饭的啊 但是呢 因为它太好戴了 而且性价比非常的高 所以我后来趁三八女王节的时候 又复够了很多 我现在啊 眼睛里戴的就是这款 织本灰 在灰色当中算是比较自然的一个款式 因为它是由两种颜色的灰来组成的 外面呢 比较深 里面比较浅 这样子看呢 其实它和黑色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呢 就因为有两种颜色的层次 所以显得我的眼睛特别的有神 14.2的 这种尺寸在美瞳界来说啊 算是比较适中的 舒适度也好 然后呢 又有放大的一个效果 你们可以对比来看一下 一只戴一只不戴的一个效果 不戴呢 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戴了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是不是就是有神很多 而且放大眼睛的效果很好 可拉拉除了这个织本灰以外啊 其他的款式我也非常的喜欢 这一盒呢 是我新买的啊 叫做Lady巧 它也是一个非常自然 戴上以后会很通透 有点像那种小鹿眼的棕色 所以我化淡妆的时候 也是很喜欢戴这种比较自然的棕色 巧克力色的 我记得早年 Angela Baby颜值鼎盛期 它最喜欢戴的美瞳呢 就是这类型的款式 其实和刚才那款远看 差别并不是很大 但是呢 近看以后 你们会发现这款 让我的眼睛会更加的 清澈透明一点点 现在呢 就是一只戴和一只不戴的一个效果 下一款呢 下一款呢算是我的本命美瞳了 就是来自韩国的美瞳大户啊 Allens 我带的这些Allens呢 都是在天猫旗舰店上买的 因为我有一次发现代购卖的比旗舰店还贵 后来我就放弃找代购了 首先呢 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我去年带的最多的一款啊 就是这个包装的 这个系列呢 是Blackpink代言的 我带的这个是自然灰色 是海报上Lisa戴的那一款 如果说你是那种喜欢女团妆 或者是韩妆的小姐妹的话呢 这个系列的美瞳你一定要买 因为啊 我之前去韩国的时候 我有一个朋友 我能说吗 就是它和上官喜爱是一个团的 他当时就让我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 这个系列的美瞳 所以代表了什么 女团最爱戴这一款 我带的这个自然灰呢 相比较刚才的织本灰而言 其实它也没有那么的自然 它是有三种颜色的 就是外面一圈比较深的灰色 然后是浅灰 然后再是一圈黄色 就是这种颜色的搭配啊 让这个美瞳显得就 真的很女团 从镜头里面看过来的话呢 它就像是眼睛里面有星星 然后你很有故事 很聚焦的那种感觉 你们可以这个角度来看一下啊 它是会比资本灰 更浅一点点的灰色 没有那么的自然 但是有一丝丝略微的那种混血感 这种混血程度呢 就像是东南亚混中日韩 懂吗 就是近距离混血 它还可以防UV 我觉得这个功能还是蛮好 下一款美瞳啊 就是OLENS的俄罗斯系列的极光银 之前我给你们出 成销仿装的时候呢 带的就是这一款 好多好多人问 因为它确实戴上以后 极其的女团就很混血 它的镜片啊 几乎是纯白色的 戴上了以后啊 会把你这个黑色的瞳孔瞬间变浅 这就是它的一个效果 因为这种款式它就比较的浅嘛 所以外圈呢 是没有那种加深的黑色圈圈的 颜色上呢 会更加的单一 而且它放大眼睛的效果并没有很大 它只是让你的眼睛变了一个颜色 产生一种混血感 好呢 现在这款呢 是今天最后一款OLENS的美童 毕竟这个牌子是我的本命美童 你说多介绍几款 才证明我是真心爱它 对 对 它的名字叫做小鹿宗 也就是乔本环奈同款的那个 这个美童呢 从它的名字啊 就透露出了一种清纯的感觉 小鹿宗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鹿的眼睛啊 鹿代表什么 善良 纯洁 没有攻击性 这款美童它的直径 虽然也有14.2 但是着色直径只有13.0 也代表着你戴上它以后 不会有什么放大眼睛的效果 我觉得这款美童最神奇的地方 就是你在下午 然后阳光照过来 别人看到你的那个眼睛 就非常的像一颗玻璃珠 就你们知道猫的眼睛吧 就是那种玻璃珠 就显得你的这个眼睛啊 波光灵灵的 明亮又有神 就是那种日系的治愈系女生 在阳光想要撩一撩头发 然后给你一个 哇太配我今天这个了 就是如此的做作这封美童 但是戴上以后 你再做作 也没有人会来说你 好きで 这款呢 也是我平时画一些日杂妆 最喜欢戴的一款美童 因为就是非常的贴切 就是恰到好处 现在呢 是一只戴和一只不戴的效果 这边是不戴的 这边是戴的 下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比较容易买的这个博士伦的蕾丝闪眸系列 这个美童呢 是今年过年的时候 在家待的时间太长了 美童都已经戴光了 跑去眼镜店买的 如果大家是刚刚开始想要尝试戴美童的话呢 我还是比较推荐你们去眼镜店买的 那在眼镜店能够买到的牌子呢 基本上也就是博士伦 强生 凯利恩 然后海昌这几个牌子 那相对而言的话呢 博士伦的款式会更好看 特别是这个蕾丝啊 真的是从我上学的时候 一直一直出到现在 然后我这回呢 也是把它三个颜色 棕色灰色绿色全都买了 我最喜欢的 还是我眼睛上的这个绿色 它虽然是绿色 但你们从这个距离来看 它也没有很夸张 原因呢 就是它的这个镜片啊 是比较深的绿色 而且外面还有一圈 深巧克力色的那种黑边 戴上之后呢 不会显得有很夸张 像一个老外的眼睛一样 反而会有一点像那种 日本混血模特 就是欧洲人 然后跑到亚洲来 混了好几代以后 出来的这个眼睛 这种形容 你们应该能懂吧 就是隔代隔代再隔代 像这种外面有黑圈的 绿色和蓝色呢 也是我平时特别喜欢戴的 因为戴久了棕色和灰色 总觉得会有一点点单调 你偶尔戴一下 这种绿色蓝色呢 让你的妝容也会变得 好像稍微的有一点点不一样 这款美瞳呢 我戴的次数还不是特别多 只是我觉得购买起来很方便 相比较前面两个品牌的美瞳而言呢 我自己觉得 这个系列没有那么的舒服 反正就是不能超长待机就对了 现在呢 就是一直戴和一直不戴的效果 现在我戴的呢 就是今天分享的最后一款 强身的安室优隐形眼镜 那隐形眼镜跟美瞳比起来呢 就是会更加的舒服 因为它是全透明的嘛 而且透氧性也会更加的好 这个牌子啊 确实是蛮贵的 我记得当时一盒 要四五百块钱吧 要不是我的眼睛敏感 完全可以不用花这个钱 所以啊 你们一定要好好地 对自己的眼睛啊 我现在呢戴的是这只眼镜 它虽然是透明片 但是微微地放一点点玻璃的那种蓝色 所以戴上以后呢 更加的水淋淋 有点波光淋淋的感觉 你们也能看得出来 这种隐形眼镜呢 是完全没有放大效果的 你眼睛无神 那只能无神 只是隐形眼镜会更加的舒服一点 这个牌子呢 应该是强身旗下比较高端的隐形眼镜了 所以它的舒适度真的是极其的高 就是你戴了它以后啊 有的时候会直接遗忘掉 你戴了隐形眼镜这回事 就直接睡着了 不过还好啊 这个品牌它也自己宣称说 可以戴着睡觉 但是作为一个过来人 我还是建议你们不要这么做 一次两次还可以 但经常这样的话呢 你的眼睛就会跟我一样 极其的敏感 红血丝特别的多 就是每天啊都被美瞳罩着 然后它就很难去透气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晚上 给它一个足够的休息时间 好今天给你们分享的 我喜欢的自用款美瞳呢 已经结束了 最后我还想稍微的吐槽一下 我手上的这款 就是这个牌子的 它的款式呢 是这种一圈黑边的 这个美瞳呢 我当时是看了一个颜值博主 就长得特别好看的人 然后它推荐的 我想那么好看的人都戴 那我戴了会不会也变得好看一点呢 结果买回来以后啊 它就直接碎在了我的眼睛里 可能它比较干吧 我戴了久了以后 它直接在我的眼睛里面碎掉了 非常的恐怖哦 我当时拿下来 我缺了一个脚 我就很担心它滚到我的眼球里面去 所以觉得这个牌子 我不是很喜欢 我也建议喜欢我的朋友 不要去买了 为了自己眼睛的健康吧 好啦 以上呢 就是今天所有的分享内容了 希望你们可以pick到 自己比较心仪的款式 那今天小颜我呢 也带了那么多的美瞳 对不对 你们记得不要白嫖啊 有该做的事情 稍微动你动手指就可以了 还有呢 就是老规矩 看完视频以后 记得到评论区里面蹲我啊 我会给你们准备小惊喜的 那今天视频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bye ya